電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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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 剛剛我們知道前面的線索已經沒有了 我不知道應該是輕鬆一下 還是應該是更加失望 根據統計 2020年總共有1934宗的失蹤報案 即是近乎每一天都有5個人失蹤 而很多這些失蹤人士 其實都是在郊遊、行山的時候走失的 今次的試一次 我就跟了一對義務 在山間尋人的民間搜索隊BMST 進行了一場16個小時的搜索過程 以下就是我這次搜索過程的經歷 民間搜索隊 指的是一些負責尋找失蹤者的志願組織 而在香港民間搜索隊並不是那麼常見 甚至不受到官方的歡迎 但其實香港一直都有一群這麼熱心的人存在 不論政府部門有多少資源 其實他們的資源都一樣有限 在這個時候補充下去的時候 就可以找到失蹤人士的機會大了 今天是十月中的某一日 時間就是晚上十點半鐘 我們即將會向北區某一座山出發 我是阿京 你好 我現在在大堂的位置 你們現在在哪 當晚因為行動的人數太多 我和成員阿豪決定先乘的士到現場 據消息指 失蹤人士是一個中年男性 一個人背著一個新買的70列背包 還沒有帶帳幕 但更奇怪的是 他和太太說是和朋友一起去看日出 他都失蹤了幾天 所有的朋友都沒有相關的個案 都說失蹤 還有沒有其他朋友說跟他一起走都忙 我們懷疑都是失蹤自己一個人走上山 但這件事有點詭異 如果他是自己一個客人 是呀 謝謝司機 謝謝司機 拜拜 麻煩你好斯文 戴著這個二話 我們終於開始上山和大家會合 橙色衣服的那位叫阿貓 紅色背囊的那位就是阿Nam 是全隊人最年輕的兩個成員 這兩個人會在接下來長達16小時的搜索中 都和我一起行動 今天整件事的NP 就是在 不見了 在二號舖一直都沒有上網 然後昨天二號已經報警 出發時裝束是類似露營 但不敢肯定因為它沒有那個營 收到隔壁有隊在山腳下 找到一個地隻 但還未確認是否事主 當我們得到家人的同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搜索一下它的GPS的位置 如果它有GPS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就首先會用無人機 去一帶附近找一找 如果我們發現有價值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派地面搜索的義工 去走近目標範圍再搜索 我們會去分AB隊左右開工 一隊隊可能會向東邊走 一隊隊可能會向西邊走 然後不會去混蛋 我們盡量靜耳聽聽他們的聲音 因為如果是昨天出事 可能還未離開 因為其實距離事發 也不是只要很多人 還有黃金7,12個鐘落人 其實黃金72小時就是一個失蹤人士在郊外 或者在大自然的環境之下平均可以生存到的時間 但是如果有些失蹤人士已經遇了險或者受了傷 那72小時就未必有這麼多 你跟我說如果過世並且會在附近的話 其實都會聞到有味道 你之前有沒有聞過這個味道 這股味有聞過 其實那股味是很臭的 但是聞到那股味 我相信如果是參與過搜索的人 我想不會覺得他很嫌棄這股味 反而你會聞到那股味是有些很可憐的感覺 我會這樣看 因為他留下只有這件事 如果真的聞到我會有什麼反應 這個想法令到接下來的這段路 我都走得特別壓抑 很快我們就去到平地 還撞到剛剛說撿到地隻的友隊成員 因為下面那個遍南海位置 其實是一個全新的地隻 之後呢 旁邊其實是有一個瀑布位的 因為那條其實叫做石垫 我覺得有機會那個位置都不出來 有機會那個位置掉下去 我們其實上航拍機是在那個位置飛的 但是這裡走過去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裝備 就是一個比較專業一點的無人機 無人機是有紅外線 可以能探測到人體的溫度 這些失蹤人士如果還沒有體溫的時候 我們就相對容易找到這個失蹤人士 很快地 我們已經有一些發現 可以看到嗎 老總 老總 油總 收拾 大群在這裡 似是 怎樣的 似是一個人身低 我看到E-PAD 我覺得是野豬 可能野豬 因為剛才你們說 看到這個影像上 好像有灰灰望望的東西 就跟MP的印證可能有點相似 對 而且溫度也是跟人體相似 對 我的溫度 明白 起碼我們知道它是人 還是是動物 對 你緊張嗎 Michael 少少 為甚麼緊張 我真的想著好像很渺茫 突然之間好像 有東西會發生 好像有點線索 令你很令人緊張 剛才那個影像好像也很輕鬆 對 覺得很矛盾 你好像找不到你有點輕鬆 但找得到你有點緊張 但找得到其實 無論任何情況下 都應該是好事 無論找到那個 是不是一個生命都好 應該都是好事 這個感覺 我想每個人都有 應該所有的隊員都會有這個感覺 這個是很人之上情的感覺 我覺得沒甚麼特別 沒有消息 其實也是一個可能是好消息 不過也是很快我們就知道 好事不會那麼容易發生 我們在螢幕上面 看到一些熱能的反應 是一個類似人形 那麼常大的物體 其實我們那一刻 其實都有一點點 就是 是不是它呢 但是看真點的時候 再看清楚一點 其實就不是它 不是 是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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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好像你這樣說 是豬頭 上次也是 嗯 但是呢 因為豬和人的體積 很接近 哇 真的難搞 剛剛我們知道 剛才的線索 已經沒有了 因為是一隻豬 是豬頭 聽到立即聽 我不知道應該要輕鬆 對 我不知道應該要輕鬆 還是應該要更加失望 應該要 很老實的 我以前都說 你不要抱著一個會重的心態上 嗯 很老實的 你生這些位置這麼大的 你市區 你市區分這麼多 三萬個警察都未必找到你 嗯 其實這句話是對的 這句話是對的 如果一下子抱著有很大希望 我一定找到他 但其實你每次都找不到他 每一個行動都是這樣 每一個行動都是這樣 你就會很快很洩氣 發現沒有收獲之後 我們就在凌晨三點 決定轉移去剛剛話 看到地脊的位置再望望 而在等車手的途中 我就跟VMST的隊員聊了一會兒 差不多了 很近的泰智行 你家人打給你嗎 對 家人打給你 我們在泰智灣的狼人手 即是你不會跟他乾 還是 沒事吧你老母子 你晚上慢慢走什麼地方 我試過 你試過說話 試過說話 試過說話 我們經常走上山 有時迷路 在山上有很多草 搞什麼 你怎麼作戰自己 怎麼了 我去哪裡 這樣每次都問自己 那些人問 你不是什麼 想職一下音樂 不是 那是什麼 沒有啊 都是 職一下音樂 不是 其實你 是給自己多做些壞事 說笑 這樣說 真的 但是真的 都是 一片熱血 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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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能力就幫了 做了多少 之後我們去到發現地隻的位置 結果 都是一無所獲 為今次的搜查 劃上了一個據點 我本來 真的這樣以為 那 那 那 現在是時隔我上次行山的兩天後 其實 昨晚本來Ricky說 我們發現了那位失蹤人士的雨傘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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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對上的4R 它還未過黃金72小時 其實過了72小時 就是說我們就算找到它 也不會是一個生懶的它 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過了72小時之後 其實我們在找的除了是那個人之外 也是一個希望和給家屬交代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垃圾樹 真的沒有了一條路的環境 真的嗎?前面好像走不了我 這條河路,現在走另一條路 我正在哭著 好嗎? OK,橙燈開了 我們現在在礦洞裡 如果不是有經驗的人 我也不敢貿然自己走進來 一出來礦洞,就是這個環境 你第一次捐這些礦洞 很棒 是嗎?很棒 除了撞一撞頭之外 沒有什麼撞一撞頭 撞一撞頭嗎? 對,沒有意見,是藏到的 你是不是有些外套啊? 蛤?地面有些外套? 喂,慢慢來 是嗎?真的 線索華里周里 就發生在一段這麼輕鬆的對話之後 十一 都新的 都新的 一般都新的 沒什麼屁股 好 在這裡發現了背囊 然後隨即我們又再找到多一個背囊 那一刻我心裡覺得我們即將就會找到它 而就算它不是生還 也可以給它加速一個交代 但之後我們再走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三小時就再沒有新的發現了 在民間搜索隊來說 救到人是非常可見的事 很常見就是最差的結果 所謂的我們只找到位體 或者基本上是無功而還 基本上是連位體也找不到 我們原本想要走回上山裡面 但因為看到剛剛有另一隊人 應該就是上過那條山路 我們就避免重複 不要浪費時間 那這裡直接下去我們的馬路 應該就會完成今天的搜索 其實就是因為人是很渺小的 你不做這件事 你不會知道人有多渺小 原來一個人在山上失蹤的時候 原來是這麼難找 你以為好像很容易找 其實是很難找 就是因為人太小 被人找的人很渺小 所以很難找 想找人的人都很渺小 所以很難找到人 距離失蹤的時間越來越長 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 其實都已經不抱希望 但就在最沒有希望的時候 最後那個收中人士是被相關政府部門找到 當時他的身體和精神狀況是非常之好的 也都沒有任何受傷 還有平外上任何損傷都沒有 說回情況 最後我收到也確認過的一個消息 發現那位疑似的失蹤者 原來他根本就不是走失 不是失蹤 而是因為他的一些私人的理由 在無通知任何人的情況下 主動躲進山裡避世 那次的行動 大謊話話都應該有二三百人 我自己都跟了十幾個小時 你問我感受的話 我其實是有點生氣的 好像令到我整個搜索過程都毫無意義 但可能對於做開搜索的人來說 這種失落都只是他們日常的一部份 今次的試一次 我要特別多謝Michael和Miu Miu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本身不是攝影師 但臨時被我拉了出去做攝影 所以如果你覺得今集的試一次好看 就記得要Like and Share 但除此之外 亦都想特別講講 包括VMST在內的民間搜索隊 因為以我那次行動所見 其實他們的資源真的很匱乏 人力上也是 可能放了工後 就背背囊通宵找人 然後第二天又要繼續上班 所以如果你看完之後 覺得民間搜索隊做的事 都是很有意義的話 就請你在這個金錢上 人力上都可以多多去幫助他們 就是這樣 大家好 我是MMWild部落的族長Trucky 平時見到我們 有空去野區 有空又行山路下營 是不是都想好像我們 四圍上山下海呢 但是開心還開心 出發去郊遊之前 都要做足準備的 好舒服啊 就好像我每次出發之前 都會買定YAS微保險的Hike Hike微保險 行他全港129條的行山路線 保障範圍包括 扭傷、傷後覆診、身固、永久傷殘 如意外受傷的時候 不幸有財物損毀 Hike亦都會提供延伸的保障 出發前 只需要開定YAS微保險的APP 禁定出發開啟GPS 在出發後的六個小時內發生意外 都可以獲得賠償 最緊要是什麼 只需要75元 就可以買到五次的行山旅程套票 即是說每程時需要15元 就可以換取高達7000元的 醫療及財物保障 快點按下面條link了解一下啦